1945年8月15日 当历史的钟声敲响 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 全球各地的人们沉浸在和平降临的喜悦中 然而在信息传递上部发达的年代 这一消息未能立即触及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为加速这一历史性的喜训遍及中华大地 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及著名的飞虎队 展开了一个特殊而意义深远的任务 在云南省昆明市 飞虎队迅速组织起印刷工作 成千上万张传单如与后春笋般涌现 每一纸皆承载着和平的希望与胜利的荣耀 这些传单不仅用中文书写 宣告着日本投降的事实 还包含了对中华民族坚韧不拔 英勇抗争精神的高度赞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飞虎队的运输机 载着这些珍贵的信息穿越云层飞跃山川 向北支北京上海东至哈尔滨沈阳南达乡长 将和平的福音播撒于中国各大城市之上 传单的降落如同和平之歌的飞翔 唤醒了无数中国百姓心中的希望 在那一刻 无论是街头巷尾的百姓 还是深山老林的村民 都感受到了和平的温暖 心中涌动着难以言语的喜悦与宽慰 这一幕不仅是飞虎队与中国军民身后情义的见证 更彰显了人类对和平的共同渴望 以及对正义事业的坚定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 即便是在知识的殿堂 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 教授与学子们也未能第一时间得知 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据资重兵第十四团的一位老战士回忆 大约八月 我们团接上面命令 要全团飞赴菲律宾 参加盟军由闽浙沿海登陆 反攻日军 当时美军和日军在冲绳岛的血战 已尽尾声 日军退回本土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 非常兴奋 我们团西南联大的学生多 这次又要远征了 所以连大校长教授都来团看望送行 来做报告的 有校长梅一琦 教授冯友兰等 在整装待罚的前一天 昆明城内爆发出庆祝的鞭炮声 宛如新年到来 人们纷纷涌上街头 争相阅读 从天而降的号外 正是在这突如其来的胜利消息中 西南联大的师生们 才恍然意识到 那场漫长而残酷的战争 终于画上了句号 这份意外的喜悦 让所有人为之雀跃 也为即将到来的和平时代 欢呼 这段历史不仅是对过去苦难岁月的告别 也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 它见证了中国人民与国际友人 并肩作战的勇气与决心 更铭记着和平与自由的珍贵价值